人气话题来关心 5倍券第二梯超商预约开跑 时间从10月25到10月31号 都可以到超商的事务机 或是在5倍券官网预约 11月8号到11月21号开放超商领取 另外第一梯统计 有8万人预约后与期没有领券 这些人可以选择重新登记 或是改数位绑定 如果错过超商预约的时间 接下来邮局11月1号起 也开放免预约 可以直接到零位领券 超入健保卡书资料马上预约成功 5倍券超商第二阶段开放预约超顺畅 因为值本领券人数 已经突破1400万人 再加上数位绑定的400多万人 第二阶段超商预约人潮少很多 就是帮家里长辈领 上一次就是弄到后来 就家里长辈忘记了 然后这一次就是想说 帮他们领一领这样 目前用起来是 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 5倍券第二梯超商预约时间 从10月25号到10月31号 早上9点到晚上10点 都可以到超商数机预约 或是在5倍券官网预约 11月8号到11月21号开放领取 另外第一梯统计有8万人 预约后逾期没领券 忘了领先别紧张 民众可以选择重新登记 或改数位绑定 超商也看准第二批预约人潮 续推咖啡优惠 第二梯次呢 我们就是从今天开始到31号之前 都可以到机台做预订 然后就可以享有就是大杯美式 和大杯拿铁咖啡 同价格买一送一的优惠 其他上市全家7-11 也有指定咖啡买一送一的活动 民众如果错过超商预约 邮局也可以领5倍券 10月4号起开放预约 只要收到简讯 就可以到零贵领券 不想预约不会预约的人 中华邮政也将在11月1号 开放免预约现场领券 5倍券发放分流领券 预约领取时间规划 得先看清楚 九三全建国的报道